你好,欢迎大家参加由关怀外资举办的男同志友善医疗网上研讨会 我是关怀外资政策倡议主任Sabrina 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男同志的文化 常用迟早、健康需求和友善闻诊等等的资讯 大家在参加了整个的研讨会之后 请你花两分钟的时间填妥video下面的简短报名表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男同志友善医疗推广计划 如果你对参与计划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致电2898-4411 与政策倡议主任Sabrina、陈慧芝联络 关怀外资是全港第一间关注外资病的非政府组织 我们的使命是保障受外资病影响的高风险人士的健康 包括是男男性接触者 性会约青少年 有多个性伴侣的异性戀男士 还有爱之病病毒感染者 以下来我将会简单介绍一下关怀外资的工作 以及我们决心推广男同志友善医疗的原因 我们的工作范畴是包括有以下的三点的 第一点就是推广安全性行为的讯息 希望高风险社群人士可以改变他们的不安全性行为 减低感染外资病病毒的风险 我们每一年都会提供超过4000个的外资病病毒测试 希望高风险的社群来够尽早知道自己的外资病病毒感染状况 避免传染给其他人 以及都会可以及早治疗 我们都会为超过300名的外资病病毒感染者 提供支援和辅导服务 希望他们可以更加尽早地去适应感染之后的新生活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三个齿轮在运行的时候 其实也遇到不少的障碍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因素 会令到我们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去推展外资病的服务 我们发现有不少的男同志 在寻求外资病服务和其他医疗服务的时候 也遇到不少的障碍 而他们不去求疹的原因 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 男同志看医生的时候的真实个案 曾经有位client就跟我们说 他去过社会卫生科那里做性病检查 当时那位医生听到他说要做检查的时候 就问他是不是同性戀 他就很坦白地说了 他是曾经跟男人发生过性行为 之后那位医生就很神色凝重 就叫了他去另外一间房 做了一些client就觉得好像有些审反式的辅导 就说好玩不玩玩这些 有没有咩咩呀之前的意思的一些说话 他想起当时的医生是想问他有没有肛膠 但是就用了咩咩这样的字眼 他会后悔当初是透露了自己的性侵向 他也都很希望医护人员可以知道 性侵向不是一些想玩的东西 而是天生的 这个个案在二十几年之前发生 之后那二十几年他也都没有再看过 和性健康相关的服务 包括皮肤及性病科 腸怀肛脏科和被疗科 另一位client就是他去看性病检查的时候 就透露了他自己的性侵向 当时的医生表现就很震惊了 也都建议他去新造的人协会去接受辅导 改变性倾向 而且那次也都提供他 拒绝他提供任何性病的测试服务给他 他的感觉就觉得很冒犯 因为他觉得他的性倾向并不是一种病 但医生的诊断手法和说的东西 就令他觉得和性恋是一样不正常 以及需要被改变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看看个案三 曾经有一位client就因为他吐射和一些法师的症状 就去普通科学门床求医 他当时就很主动地和医生透露了自己的性侵向 那位医生就一念错恶了 也都开始讲起圣经说 上帝是不容许任何的同性恋行为的 你知不知道之类的说话 那当时那位医生也都没有跟他做任何的检查 就直接叫他出去开了抗生素给他 那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一个client他只是发烧 去普通科门诊那里求诊 为什么就需要他讲到自己的性侵向呢 那其实是因为他当初 其实就已经是和男人发生过性行为了 那他也都有听过 其实外肢病的一些初期的症状 是一些发烧的症状 那所以当初他就没什么时候去想 就很直接地和医生透露了自己的性侵向 那当时那位client就觉得很不受尊重了 也都希望医生不会是因为他们和同性恋的意见 而疏忽了诊症 也都不会在诊症的时候呢 宣扬自己的宗教意识 那我们也都可以看看个案4的 曾经有一位client呢 就去医院那里做性病检查的时候 就向姑娘透露了自己的性侵向了 当时那位姑娘就有点点恶意 之后就请她去入等候室那里去等候 那间等候室就不是很大的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 但是之后他就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护士 走来等候室那里望一下他 笑笑口又出回去 那位client就说 其实我都不是一个三岁小孩 我看得出你究竟是在做事 还是只是走过来看看我的 那他的感觉呢 就觉得好像一种被猎奇的心态 就说其实那些姑娘好像是 知道了她的机器 所以就想走过来 看看她是什么样的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个案都看到 一个令到同志免受歧视的医疗环境 也都不是只是可以 医生可以独力做得到的 诊症是其他员工 包括是护士 对于建立一个安全友善的产疗环境 也都十分之重要 刚才所说的歧视个案就解释了 为什么有很多男同志朋友 不敢去看医生背后的原因 就因为怕被歧视 当然了 我们也都相信以上的例子 可能只是医疗界的冰山一角 但是因为现在的香港 依然是缺乏妥善的同志权益保障 所以令到很多男同志 因为怕被白眼 和不友善的对待 令到他很多时候不敢去求诊 或者不敢向医生出轨 或者去讲一些 和自己性健康相关的一些资讯 根据关怀外资的前线研究 有四成的男同志是会在看皮肤及性病科 腸胃肝座科和被疗科的医生的时候 隐藏自己的性倾向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 有一成二的男同志是表示自己 是因为怕透露自己的性倾向 而不去寻求以上的医疗服务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男同志 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 都会遇到不少的障碍 所以我们希望推广男同志 友善医疗服务 当然了 我们也都很相信各位的医生 都是行内的表表者 我们今天也都不会讲一些病理 或者是医学上面的东西 我们只是希望 透过讲多些男同志的文化 会遇到的问题和就医困扰 希望大家在寻诊的时候 会对他们有多一份关怀和敏感度 去促进你和病人 有一个更加有效的沟通 我们认为 男同志友善医疗 主要是分以下这几个重点的 包括是 了解男同志病人的医疗需求和文化 在寻诊的时候 提升同志敏感度 令男同志病人 可以安心地透露性倾向 也都会支援相关的员工 共同建立一个安全有善的 诊疗环境 我们以下将会逐一 为大家介绍这几点 我们计划的另一个重点 是希望男同志病人 可以有一个平台 知道有哪些医生 参加了我们的计划 减低他们被歧视 或者被标签的恐惧 所以我们会将你的声名 放在关怀爱知的网站 表示你已经参与了我们的 男同志有线医疗网上研讨会 名单上面 只会显示你的声明 而并不会出现各下的诊所服务资料 关怀爱知 也都不会在任何相关的资讯发放当中 对医生的行医经验 学历或者专业医疗水平提供任何的意见 任何计划相关的宣传品 包括是宣传单章 网上广告等等 都不会显示参与计划医生的 性命和服务资料 如果对计划有任何的查询 欢迎致电28984411 和政策出院主任陈永之联络 在这里想和大家讲一讲 性倾向的定义 性倾向是指性和浪漫情感上的持久吸引 金彩量比Kinsey Scale 是美国性学专家Alfred Charles Kinsey 所制定的一个尺度 用0-6去代表人的性倾向定位 金彩认为男人和女人 其实都不仅仅同性戀和异性戀两种 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同性戀 或者相性戀的倾向 分别只是取决于程度 0是代表完全异性戀者 6是代表完全同性戀者 但是他表示 有很多人其实都是介乎1-5之间 意思就是说 一个男同事可能也都曾经和女人发生过性行为 而一个异性戀男士 也都可能有男男性接触的经验 性倾向并不是一样非黑即白的东西 而是一个continuum来的 而大家也都很清楚了 就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在1973年 已经将同性戀从精神疾病的搜查里面剔除了 自此 同性戀在医学上 就不再被视为是一个精神的疾病 而且性倾向也都被普遍认为 并不是一个选择 而且也都不可以用医学的方式任意改变 刚才我们就说了什么为之性倾向了 又想跟大家讲一讲什么为之sexual identity sexual identity是一个人希望其他人 如何去认知他性倾向的一个label 例如一个结了婚或者跟女生拍拖的男人 他的sexual identity可能是一个異性戀者 但他可能真实的性倾向是一个同性戀者都不出奇 所以在民情的时候最好也都不要假定病人的性倾向 也都不要问及有没有结婚或者有没有拍拖等等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婚姻或者拍拖的状况 也都未必可以完全反映到他的性经验 和和病情有关的一些资讯 谢谢Sabrina 我是蓝蓝预防项目的同事Norman 我会为大家讲解多一些男同志之间的文化和遇到的问题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同志常用的事组 首先一、零、十都是性恨为常的角色来的 一即是刚交时做插入的角色 零就是被人插入的一个 十就是两样都OK的 而sisi就是同志之间应用交捋性化的同志 所以都不是所有同志都是好女生的 Open Relationship指的是一对同志情侣 他们接受大家找关系以外的性伴侣 BB即是Bareback 即是不用安全套的缸缸 Wild Fund、Chill Fund和Camp Fund 就是指用到药物的性行为 最后同志之间现在常常会提及一些交友软件 Grinder、Jagd 都是他们用来识人的手机应用程式来的 之后我会和大家讲讲男同志有关的健康议题 这张图是香港2015年第二季的外肢病新增个案 你们会见到个案其实都是继续上升的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感染的途径呢 蓝蓝性接触感染的个案其实是越来越多非常需要关注 所以卫生署近年都有定期为蓝蓝性接触者社群做行为调查 就2014年的数字可见 蓝蓝的感染率大约5-6% 用途方面有八成左右 而有四成的同志近一年都没有做过外肢病的测试 而他们不做测试的原因就我们前线所见 有45%其实是因为担心他们被人知道自己是蓝同志的身份 所有同志的身份的一些歧视呢 很影响他们寻求医疗的服务 另一方面蓝蓝用套的问题呢 除了快感之外呢 很多同志不用套的原因呢 其实是不懂怎样跟他们自己的伴侣 沟通大不大套这个问题 所以除了知识上面呢 我们要做预防的时候 都要处理他们伴侣之间的看法 和他们的价值观的 而同志社群都面对着 一些用药的问题 以下就是他们在性行为上 会用到的一些药物 E就是E仔 拼腾丸 V就是维哥 P就是Proper I就是Ice冰毒 而K就是K仔 在过往的研究都会见到 超过10%的同志 会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使用到这些药物 在近年的经验 我们都见到冰毒是越来越多的 需要特别留意 因为冰毒呢 是一种兴奋剂呢 会令到使用的人呢 特别亢奋 有些人会用它来 发生长时间的性行为 增加感染不同性命的风险 另外它会令到 撥起功能受到一些障碍 就算他们性怀畏格 都会令到他们减低 使用安全套的异欲的 除此之外 一些同志的谋误呢 都很影响大家对同志的看法 可能对他们有错误的判断 虽然刚刚提到同志社群 有5-6%的外肢病感染率 但5-6%在整体而言呢 只是一个小数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假定 同志就是感染了HIV的 他们只是比其他社群 感染外肢病病毒的风险较为高 所以各位医生在问请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 如果问请的时候 病人说给你知道 他是男同志 但是未合他任何的性经验 就直接问他 做不做HIV的测试呢 其实他都会感受到 被标签的感觉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你都可以问一问病人的性经验 看看有没有发生过 不安全性的行为 才建议他做不做一个 艾滋病的测试 有不少的人呢 都会把同志等于肝膠的 但是呢 其实有三成多的同志 都没有试过肝膠的 所以肝膠只是他们 其中一种主要的性行为 而不是全部 他们都可以有些是 口胶、手淫、脚胶 甚至鼓胶等等 其他性行为发生的 在大家普遍的印象呢 因为男同志都是比较女性化的 但是其实呢 很多男同志呢 都可以好man 在外表上呢 是很难察觉的 就像上面的图子那样 男同志都可以是 一些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职业 那好像演员啦 运动员啦 甚至是几类部队等等的 所以一般怡然 我们都很难从外表 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性倾向的 而同志都不一定是 有很多个性伴侣 关系很复杂的 左边那张照片呢 就是两对同志的couple 他们各自呢 都在不同的地方结了分的 而右边呢 就是一对香港生活的外地couple 而他们呢 都领养了一些小朋友的 所以同志社群的生活 和关系 和異性戀一样 都是可以很多元化的 他们可以拥有多个性伴侣 亦都可以结婚 或者长时间维持单一的性关系 接下来呢 就想和大家讲一讲 民情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啦 第一啦 就是不要假定病人的性倾向 有很多时候呢 如果一个男同志的病人 听到医生问他 有没有女朋友啊 或者结了婚了 等等的问题呢 都会觉得有点尴尬的 所以呢 当你想讲到病人的一些性关系 或者性经验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选择用一些 性别中立一点的称为 例如是伴侣啊 或者另一伴啊 那样 诚狠地去问 病人的一些性经验呢 那便会令到 各位病人 没有那么尴尬的啦 其实也有很多男同志呢 和我们反映回 他们其实都不介意医生 去问他一些 和性倾向相关的一些资讯的 只要医生是诚狠 认真地去问 而且是和病情有关呢 他们就会很如实地去作答 因为他们都明白 医生在问诊的时候呢 确实是有 必要去知道 很多不同的资讯的 但如果你在问诊的时候 想避免尴尬呢 亦都可以问回病人 为了可以更加好地去评估 你在这一方面的健康状况 或者风险 你可不可以和我说一说 关于这一方面的东西啊 这样 亦都可以用回一些 他们经常会用到的 磁组 例如是阿一仔 阿灵仔 那病人都会很乐意地跟你 讲性倾向相关的一些资讯 最后一点呢 就是要确保病人的私隐了 当然呢 我们都会很明白呢 其实所有的医生 都一定会确保病人的私隐 但是因为 男同志在社会上呢 依然会遇到不少的歧视 和标签了 所以有很多男同志呢 就算连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或者朋友 都未曾透露自己的性倾向的 所以在一个陌生的医生面前 他出怪呢 始终都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如果你可以更加明确地去表明 性倾向这个资料呢 将会被保密呢 你的病人就会更加安心地 向你透露性倾向了 另外 如果病人随同亲属和家人求疹的时候 你可以主动地去问一问病人 是不是想单独会谈 或者想请一请那个家人出去等一等 避免病人呢 需要在亲属面前 无预警地出轨 也都令到他在体症的时候呢 可以感到备受尊重 最后 我们想多谢各位医生 参与我们的 男同志友善医疗 网上研讨会 你的参与对于提升男同志的 心理健康 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请你抽两分钟的时间 填桌YouTube下面的报名表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计划 多谢 谢谢 谢谢 谢谢